今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再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赴以色列斡旋 重申美国支持两国论 强调华府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和以色列共存 法国工会再度发动全国大罢工 英国老师加入罢工 将是十年最大规模罢工行动 欧元区第四季经济成长 犹豫预测 渴望避免陷入经济衰退 但英国将是先进国家 唯一呈现负成长的经济体 南韩东季暖房费急剧增加 涨幅超过五成 自营商掀起倒闭潮 首尔计程车相隔四年后涨价 涨幅26% 电费 瓦斯费 交通费 也纷纷起掌 名怨四起 有空中女王称号的波音747客机 历经53年正式停产 因应大量旅客需求 波音747在1960年代诞生 改写旅游产业 接替的波音777X 最快2025年投入市场 环球影城将在拉斯维加斯 打造恐怖鬼屋专区 一名潜水爱好者将电影经典角色杀人摩羯森 将人偶沉入湖中 吸引民众下水合影 还有YouTuber专门做鬼屋开箱 成为全职探险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欧洲方面的经济了 星期二欧盟统计局公布了欧元区 去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 意外扩张了0.1% 虽然幅度不大 但渴望免于经济衰退 而在此同时 欧洲罢工浪潮则是持续的延烧 英国将有一万两千名教师走上街头抗议 诉求更优渥的薪资跟工作条件 而在法国各行各业 也在周二发动第二波的全国大罢工 继续抗议年金改革计划 从供电大众运输到学校 通通受到影响 这周二 法国第二波全国大罢工登场 几乎各行各业都走上街抗议 对总统马克宏的年金改革反对到底 包括联用厂员工加入抗议行列 冲击法国已经吃紧的电力工艺 公共运输也大打结 高速列车TGV只剩下三分之一营运 普通列车班次跟着缩减 巴黎地铁也陷入混乱 小学有半数教师走上街罢工 广播电台以播音乐取代平时的新闻播报 远在山区的滑雪顺地员工 也就地罢工呼吁当局重视 欧洲罢工浪潮持续扩大 比利时这周二 有约一万八千五百多名 工家和私人机构的员工 走上街抗议 诉求更优薪资和工作条件 欧洲劳工怒火中烧 经济数据却传来喜讯 这周二公布了欧元区 去年第四季经济成长 意外扩张0.1% 幅度不大却比预期的好 更让整个欧元区惊险避开衰退 但人逃不过神习的命运 各别来看法国和西班牙都展现扩张力道 反观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第四季GDP意外下滑0.2% 加持今年第一季再收缩 将符合所谓衰退的定义 已经不属于欧盟的英国也不好过 从消防员铁路员工到学校老师 都没有打算停止罢工 生计危机让伦敦证明 要养家的教师不得不多建一份拆 因为他每个月1800英镑 和台币6万5千左右的薪水 三分之二都拿去缴了房贷 小心企业酿酒厂同样被迫调整 一汪只在需要时才会采购关键的麦芽 现在却尽可能一次囤好囤满 种种负面因素 让国际货币基金IMF 这周二下修英国今年经济成长预测 到收缩0.6% 成为G7经济体当中 唯一一个会负成长的国家 也让正在权力拼经济 财政大臣航特的重担更大 与欧洲央行同步 市场预计英国央行也会在这周四升息两码 是连续第十度调升利率 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被誉为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除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日本雄本厂也预定今年下半年完工 最关键的半导体人才 台积电将雇用1700人 大学毕业生开出高于当地薪资水平的28万日币 大概是台币6万多 让部分地方企业抢不到人 有日本企业则是出奇招 提供宵夜 出餐费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加薪 好留住人才 也有企业前进越南 直接到大学理工科系招人 上线前公司也提供训练中心 研修半年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赴日本雄本县局阳丁设厂 现在正加紧脚步施工 预定年底机台设备到场 明年底开始生产 不过台积电雄本厂启动 最关键的是工程师人才 台积电计划招聘1700人 大学应届毕业生 开出起薪28万日元 相当台币6万4的高薪 不仅高于雄本县 技术科系毕业 约20万日元的起薪 在全日本也算高水准 以吸引不少人才上门 台积电在日本支援半导体设计的设计中心 也从三年前的横滨 去年在拓点关系的大阪 另外也在科学城主播设研发中心 为的就是挖角日本工程师 这些设计据点到2026年 预定雇佣400多人 日本上下热烈欢迎台积电 设厂的雄本县更期待经济效果 能带动相关企业进驻和设备投资 不过在地企业却出现意想不到的烦恼 就是抢人才抢输 总部位于雄本的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制造商 去年新设五间工厂增加900名员工 但原内定今年4月入社的应届毕业生26人 竟有一半辞退 要改去倾心较高的台积电或其他大企业 为了防止人才继续流失 日本企业也被迫出招留人 这家公司开始为加班的员工准备宵夜 去年起公司也出10%的午餐费 今年时隔10年首次调涨起薪 加1万3日元到19万8千 明年所有员工也将同步加薪 而这家英台积电设厂 决定在雄本新设事业所的半导体工厂设施管理公司 抢人才则有新战略 没有专门知识没关系 可以进公司后再学 公司原本计划新聘150人 没想到却没有这么容易 在日本抢不到人 有企业直接杀到越南开拓活路 派干部到现场招聘50名理工学系毕业生 同时在总部开设训练中心 研修时间半年 薪资跟日本人一样 日本企业高层话说得白 不这样做就无法培养人才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上个月中透露 考虑在日本新建第二座厂 苏尼也考虑在雄本县加盖 生产智慧手机影像感测器的新厂 让日本国内外半导体人才竞争更加百热化 大陆对南韩入境限制的反制措施再加码 从今天开始南韩旅客入境中国大陆 落地要做核酸检测 确诊就送隔离 大陆软硬坚实想跟全球回归正常化的交流 香港也向全球招手 考虑取消入境跟抵达香港要快筛的规定 并且将对全球旅客香港居民送出50万张机票 中港都在拼复苏 大陆最新公布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重回扩张区间来到了50.1% 也比去年12月提升了3.1个百分点 派防港专车还不够快 上海奉贤区直接包机 到云南大理点对点接回物工人员 大陆官方下达拼经济重任 各省市压力山大 但复苏进度 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 真的 让他们一到这里就感受到我们上海的热情 政府官员亲自接机 又送上开工礼盒 强调人力加速到位 企业更是展现出一副生机勃勃 敢单敢生产的盛况 一季度整体我们的产值会比同就是同期相比会有30%以上的提升 对兔年第一季充满信心 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一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重回扩张区间 来到50.1% 相较去年12月提升3.1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和综合PMI分别为54.4% 52.9% 也都呈现增长态势 分析认为创造一月开门红背景 是大陆疫情修复状况明显好于去年 而且春节期间 疫情传播程度也低于外界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则上调大陆经济成长预期 从先前的4.4% 甚至5.2% 部分国家对于中国大陆设下的入境限制 近期则有松动迹象 日本驻大陆持管20号 恢复审发中国公民赴日签证后 大陆也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中国签证 另外来自中国旅客入境前和抵达日本都要检测规定 传出日方正考虑放宽 不过持续要求来自中国旅客入境前和抵达都要检测的南韩 在中方已停止审发签证反之后 从2月1号起要求入境中国的南韩旅客落地后要核酸检测 确诊阳性送隔离 各别国家仍然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有理由采取必要的对等措施 要和各国回归正常往来 在香港方面香港行政长官林佳秋不仅预购 已经向大陆中央提出全面通关要求 会取消现阶段的配额限制和核酸检测要求 另外向全球旅客招手 考虑取消入境和抵达香港要快筛规定 政府会带领和组织不同的访问团 对外国和内地大力推广香港 包括商贸旅游文化和人民交流等等 香港将展开大型全球宣传活动 由机场管理局赞助 向全球旅客和香港居民 送出50万张机票 旅游部门则协助发放消费券 涵盖餐饮 饭店和130多个景点又会促销 中港一致 2023年要让经济 生活的全面恢复正常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韩这个冬天遭遇了多波的霸王级寒流 典型冬季气候三寒四暖消失 气温还一度下探零下20度 家家户户在12月份就大开地热保暖 但是1月份收到降单几乎都吓坏了 因为公寓暖房费涨了53.9% 首尔市涨幅更逼近了六成 而南韩地暖大多是以天然气供应能源 将水管注入热水再间接的将热力传导到地面 让室内保持温暖 受到了恶物战事的影响 天然气的价格翻涨了近十倍 所以南韩去年天然气的进口额冲破了567亿美元刷新记录 那么南韩天然气公社一年四度的涨价 民怨终于在地暖使用量最大的冬季开始引爆 南韩典型冬季气候三寒四暖消失 先是出现50年来最冷12月 让首尔汗将比往年提早六天风冬 过年廉价又遭遇21世纪最冷寒流 使得天然气和热力需求暴增 天寒地冬家家户户从12月份开始 就大量使用地热保暖 但一个月后收到暖房费用账单 民众全都看傻了眼 南韩公寓每平平均暖房费用 2021年12月约334韩元 2022年12月却来到514韩元 涨幅高达53.9% 当中又以首尔市涨最凶 涨幅逼近60% 市宗 京畿 人川等大都汇区费用 同样惊人 南韩地暖大多是以天然气供应能源 将水管注入热水 再间接将热力传导到地面 使室内保持温暖 但南韩缺乏石油 天然气等天然资源 98%的化石能源消费仰赖进口 每年必须从国外买入大量天然气 以维持冬季地暖供应 取暖费用暴涨与俄乌战争 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关 国际天然气价格翻涨将近10倍 2022年南韩天然气进口额 冲破567亿美元刷新记录 南韩天然气公社 2022年四度调涨价格 挽救恶化的财政状况 暖房费用实在太高 有公寓干脆取消公共区域的地暖供应 但冬季体感气温下探零下20度 民众待在家中也得想办法预寒 除了把地暖系统常设在相对节约的外出模式 还有人直接在家中床铺 搭起能够阻绝冷空气的帐篷 网络商城收到商机 开卖室内专用帐 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 南韩总统尹习岳这个月在国务会议上拍板 紧急补充预算 规划高达1800亿韩元 将近台币44亿元的暖房费支援对策 首先针对中低收入户寄出优待 确保弱势家庭能够温暖过冬 只是暖房费负担不仅冲击一般家庭 必须全天后开启地暖的澡堂业者同样苦不堪言 营运成本大增也掀起倒闭潮 雪上加上的是南韩今年第一季电费 再上调将近一成 创下42年来最大涨幅 2月份首尔计程车跳表价全面调涨 基本费从3800上调到4800韩元 将近台币117元 4月份起还将上调地铁和公车票价 在通通尚未缓解的情况之下 公共费用掌声响起 也引爆南韩民怨 总统以习越民调连三周下滑 再度跌破四成 朝野掀起责任攻防战 南韩民生政策濒临崩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又面临到气候的考验 礼拜一开始从德州到西维吉尼亚州 有超过4000万美国人 因为冰封暴的来袭面临冬季天气警报 其中德州地区更因为广泛的路面结冰 接连发生车辆打滑的事故 而这次的冰封暴也冲击空中的交通 目前已经有一千多架次的航班被迫取消 黑色小轿车不断催油门 但车声说什么就是不听使唤 在雪地中进退两难 另一条危险道路也不断看见 车辆在同样的位置打滑撞车 之所以车祸频传 是因为又有冰封暴袭击美国 在德州和田纳西的孟菲斯等地 虽然还不到下大雪 但是去树木早已结上一层冰霜 就连路边的共享滑板车 都挂着一条条冰柱 由于结冰路面太多 德州州长苦劝民众不要外出 摊开几时路况图 达拉斯到处是橘红标记 或显示道路封锁 加上这里是许多航空公司的 重要枢纽 空中交通又陷入混乱 而上次因为系统崩溃 被骂翻的西南航空 这次再度面临天后考验 也取消了大约40%的航班 旅客只能自探倒霉 我看过天空前离开 我告诉我妻子 我说我感觉航空会被离开 而反正航空会被离开 包含田纳西 阿肯色州 还有密西西比州 也接连发出冰封暴警报 德州则预估整个礼拜 都会处在零下低温 到了周三周四 还可能出现强降雨 对提防洪水发生 TV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继续来关注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急剧升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展开围棋三天的中东之旅 希望能够缓和以巴的情绪 布林肯到访以色列 首先谴责巴勒斯坦枪手 在东耶路撒冷发动攻击 随后也暗批以色列 扫荡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行动 太过火 而布林肯最后来到了 约旦河西岸城市 跟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 阿巴斯会面 他在会中重提两国解决方案的目标 呼吁以巴能够朝目标来迈进 而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 中东已不是目前优先考量 因此布林肯的中东行 并没有达成实质的效果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几句升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一月底 展开围棋三天的中东之行 希望能够缓和以巴情势 布林肯第一站先到埃及 随后前往以色列 与总理纳坦亚胡会面 布林肯首先谴责发生在上周五 巴勒斯坦枪手在东耶路撒冷 屯肯区的犹太教堂外 枪杀七人的事件 以色列军队近期大规模扫荡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几乎天天突袭西岸 占领区的难民营 今年以来已经造成 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布林肯也暗批 以色列的暴力行径 纳坦亚胡必谈过去 一个月的冲突 他也未如美国所愿 宣布停止扫荡行动 布林肯最后前往 约旦河西岸城市 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袖 阿巴斯会面 布林肯表达美国希望巴勒斯坦 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 阿巴斯则是要求美国公平对待 巴勒斯坦 阻止以色列继续朝 屯肯去扩张 布林肯也在会中 重申美国支持 两国解决方案目标 呼吁以巴爽防克制 别破坏了前往目标的道路 美国前总统川普 对以色列极为友好 在任期内还对巴勒斯坦 祭出各项不友善的政策 像是合法化以色列占领囤肯区 停止金援巴勒斯坦 关闭美国在西岸的 巴勒斯坦领事馆等 拜登上任后 也紧紧恢复对巴勒斯坦的金援 其余政策不变 巴勒斯坦仍认为 美国偏袒以色列 对于布林肯的到访斡斡旋 期待值很低 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认为 自治政府领袖阿巴斯 与西方亲近 对以色列表现得太过软弱 越来越多巴勒斯坦人 决定自己拿起枪杆 来对抗以色列 阿巴斯如今影响力 已经大步如前 他与布林肯会面 恐怕还会产生反效果 美国在外交上 因为俄乌战争和抗衡中国 已经显得左之右出 以巴和平协议 不在美国的优先考量 这也反映在布林肯 中东之行的结果 论语空喊口号 唯一的实质行动 恐怕只有宣布 捐款5000万美金 给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 难民机构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东亚近来成为 国际势力合纵连横的新焦点 北约秘书长时隔五年 周二访问日本 并且跟首相岸田文雄会谈 他公开点名 中国大陆在台海 跟印太的独断行径 并且以今日欧洲 明治东亚呼吁日韩等盟友 加强跟北约合作 共同阻止专制独裁者的野心 跟挑战 同时美国防长也访问南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更将在本周日 还有周一 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美中关系进来 却因为美方把淘宝 微信列入仿冒品横行的恶民市场 以及持续的收紧晶片管控 让布林肯的中国访问 还没有出门就蒙上阴影 北约秘书长时托腾伯格 周二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后的记者会上 毫不讳言地指称 北京当局密切关注乌恶情势 一旦俄罗斯总统普钦 侵略乌克兰的恶行得逞 可能会刺激北京实践扩张野心 呼吁东亚盟友应该与欧洲 展开更紧密的合作来加强应对 中国特别公司和兵部 去年6月曾经破例出席北约峰会的岸田文雄 这回更积极响应与北约的合作 尽管大声几乎要各方警惕 但北约秘书长在日本庆英大学的演说中仍然强调 北约无意把中国视为敌人 但为了维护北约的安全与利益 有责任揭露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同样继续与中国接触的还有他 美方证实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月5号到6号访问中国 这是相隔四年多再次由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踏上中国领土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透露 布林肯此行将寻求与北京恢复两国的军事高层与气候变迁对话 相关对话在去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访台后 遭北京单方面搁置 但访问还没成行就已经蒙上满满阴影 美国再次指控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程式 协助售卖毛牌和盗版产品 美国贸易代表处周二公布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 把微信淘宝以及北京秀水街浙江义乌等十多个中国实体或虚拟市场 列入这个揭露全球仿冒品集中地的名单内 还只指中国是仿冒品主要来源 美国海关前年查到的假货中75%都来自中国 此外拜登政府跟计划停止向美国企业和发为华为供货的出口许可证 也就是说从2019年美国对华为寄出贸易黑名单之后 英特尔高通和AMD持续向华为提供的4G与AI等相关晶片将全部断供 此外美方上月底传出成功说服荷兰与日本与美国联手对中国降下戏目 借由限制晶片制造设备销往中国试图阻挡中国发展先进晶片的进程 这逼得大陆外长秦刚赶忙与荷兰外长通电话 大陆外交部更公开警告美国 但必须指出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立 在这样的气氛下外界对于布林肯这趟中国访问 能否为低迷的美中关系带来改善 不抱太多期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又一滴时代的眼泪 这是有空中女王支撑的波音747客机 31号完成最后交机之后就会正式走入历史了 波音747在1960年代因应大量载客需求而诞生 大幅降低了机票的价格 也开创了民航旅游的新篇章 问世53年一共生产了1574架客机 多位国家元首都是他的座上宾 也是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指定期款 那么74机退役之后将由波音777X来接替 最快2025年投入市场 大门缓缓拉开 在数千名员工的注视下 最后一架巨无霸客机波音747出厂 31日交付给货运业者亚特拉斯航空后 正式停产 从此将走入历史 这是我最后航空的航空 我非常愉快 我同时都很悲惊 因为我们不喜欢看它来到最后 因为它是很美的 这是他们用的艺术航空 对吗 波音747有空中女王之称 是民航史上最重要的机型之一 1960年代民航产业快速发展 波音公司按泛美航空的要求 设计出可以载更多乘客的大型吞射飞机 225英尺长 配有四具引擎和独特隆起的机头 机舱扩大 才双走道 双层设计 航程更长 可载上多达500名乘客 而且一般大众也负担得起 在1970年代 波音747首次投入服务 第一架从纽约飞往伦敦 当年乘客都还盛装登机 而它的问世也大大改写了民航旅游的面貌 747自此受到全球各地航空公司广泛采用 甚至必须改建机场和设备来适应它庞大的规格和载客量 波音747宽敞的室内设计 经典的旋转楼梯和优质的服务 大受世界富豪青睐 再过许多国家元首 更成了美国总统坐机空军一号的指定机型 不仅服务过的乘客数以百万计 他甚至被用来运送过NASA的太空船 完成发射卫星进入太空轨道的创举 但如今波音747已经不符合市场需求 燃油价格飙涨下 双引擎喷射机能用更低的成本 复制航程和载客量 过去十年间许多主要航空公司 相继宣布停用波音747载客 波音747问世后 波音共生产1574架客机 位于华盛顿州的厂房 一直是747的生产基地 在2020年宣布停产时 由于需求大减 生产速度降到美元半架飞机 波音表示厂内所有的员工 都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 或者以资源退休 走过53个年头 波音747光荣退役 成为时代的眼泪 而之后继任的波音777X 最快在2025年才会投入市场 TVBA新闻总和报道 93岁的日本艺术家 草菅明生跟精品LV合作 打造系列商品 睽違十年再度合作 让法国巴黎的旗舰店 整栋大楼都充满了原点 顶部还有草菅明生 巨型人像的雕塑 为香榭丽社大道 注入了活泼的气氛 而LV大手比的 也改装了全球几个大城市的旗舰店 从美国纽约 英国伦敦 到日本东京的快闪店 都有他们的特色橱窗 还打造草菅明生的仿真机器人 对经过的民众微笑 他会拿起画笔 在玻璃上彩绘经典的波卡原点 让民众直呼超像本身 嘴角微微笑 转转画笔 创造一个个波卡原点 顶着招牌刘海红发 但仔细一看 这可不是真人 而是日本当代艺术大师 草菅明生的仿生机器人 近期在纽约第五大道出没 吸引民众驻足为观 她的眼睛从一个角度移动 从一个角度移动 看起来她像个人 现年93岁的草菅明生 和精品品牌路易威登合作 推出最新年名系列商品 魁威十年再度擦出了火花 LV大手笔 让原点在世界各大城市 遍地开花 各地的草菅明生造型 别具特色 走不同色系路线 像日本东京元素的快闪电 是黑黄双色设计十足缤纷 吸引不少民众 特地到橱窗前拍照 伦敦的草菅明生 则顶着艳红假发 向游客挑眉微笑 法国巴黎的LV旗舰店 更将这栋1912年 建造的古典风格大楼 贴上波卡圆点 还有剧情的草菅明生 人像雕塑趴在屋顶上 拉近一看 原来她正在为外墙增填装饰 将香榭丽舌大道 注入一股活泼气氛 在草菅明生的世界里 宇宙万物都是波卡圆点 她在十岁那年 画了一幅女孩穿着和服的作品 被泡泡般的圆点包围 这就是草菅明生的生活写照 曾说过自己 从小常在独处时产生幻觉 除了缤纷圆点 还有无限蔓延的花卉 爆炸性的色彩冲击 加上无限循环的圆点延伸 让草菅明生成为现今世上 最著名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目前在香港Mplus博物馆的 专门展览有近两百件作品 是日本之外 亚洲最大型的一次展出 从她最著名的南瓜雕塑 到各项画作 以及静州的圆点无限延伸 这场个人展 就像摊开草菅明生的艺术生涯 从她16岁时的绘画 到近期才刚完成的作品 应有尽有 还能漫步走过她1976年的 软雕塑神经的死亡 透过草菅明生的视角 解读这个世界 作品仍在不断进化 其实是草菅明生心酸的一面 现年93岁的她 饱受心理疾病所苦 从1970年代末期 就自愿住进精神疗养院 坚持每天创作 作为自我的治疗 她必须要在每天 是为她治疗养院 和治疗养院 艺术是为了她生命的 越来越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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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自己和心理疾病的拉锯对抗 但也呈现出人生美好的一面 草菅明生表示 她将持续用画笔 传递爱和和平 熬过新冠疫情的香港 也期盼着新的一年 藉由原点女王的力量 为香港观光注入心血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不少大胆的民众愿意花钱享受 被吓很刺激的快感 也让这类的商机无限延伸 美国环球主题 乐园的度假村就宣布 将在Las Vegas 打造了11万平方公尺的闹鬼专区 每到晚上就会取摸乱舞 预计成为当地观光的主打项目之一 而美国明尼苏达州 则是有民众突发奇想 把13号星期五 电影当中的经典角色 杀人魔杰森 做出真人大嫂的人偶 沉入湖中 十年来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民众 下水合影留念 在英国则是有一名YouTuber 专门做鬼屋开箱 频道经营三年 吸引了15万人订阅 每支影片都有几十万的点阅率 让他可以靠拍影片为生 成为全职探险家 坐落在田野间 独栋房屋被树林环绕 位于英格兰北部的旧式砖造屋 尘封许久的内部摆设 尤其大量的洋娃娃 让人看得背脊发凉 从什么我能够找到 这个房子 在1950年代的家庭上摆了一张老照片 看起来是借户人家的小主人 在学校所拍摄 房间化妆台摆放的相框内 有两名女子的合照 另一个房间门口地上 还有一个残破的洋娃娃 如果这个男人在这个房子 可以帮我来 拿出仪器 侦测电波频率 33岁的英国网红马克 有备而来 他是全职探险家 专门到各地做鬼屋开箱 所以有哪些人在这个房子 想和我聊天 拿出手机上安装的APP 付费程式 号称可以和灵界沟通交流 可以告诉我 现在多少人在这个房子 尽管这样的鬼屋开箱 引来不少质疑 但马克的YouTube频道 经营三年 有15万人订阅 每支开箱影片 都有几十万的点阅率 让人享受惊吓 也能当成职业 更能创造话题 戴着经典面具 仿佛从电影里 走出来的杀人摩杰森 就在美国迷尼苏达州 原来是一名业余的潜水爱好者 十年前的突发奇想 他和朋友决定向 13号星期五系列电影致敬 把杰森人偶沉入湖底 而且一放就是十年 还真的吸引不少人 从世界各地前来 只为了到水底下 和人偶合影留念 花钱享受被惊吓的快感 商机似乎更惊得起 时代更迭 美国环球主题乐园及度假村宣布 将在拉斯维加斯的新型体验区 Area 15 打造恐怖鬼屋专区 往年都是万圣节 才会出现的季节性娱乐 现在将持续365天不间断 希望成为拉斯维加斯 Area 15 娱乐城的主打项目之一 对喜欢惊悚感的民众来说 相当有吸引力 打造11万平方公尺的鬼屋娱乐空间 白天是普通的用餐区 但是到了晚上 就会开始群魔乱舞 金融分析师认为 此举能够为企业和当地观光 创造双赢 拉斯维加斯官方 积极推动疫情后观光 还打算加入马戏团 和闹鬼博物馆 为当地带来前潮 找来原版人马丹 艾克洛德配音 重现知名电影 魔鬼科兴经典桥段 尽管上映至今 已经38年 这款游戏还是能唤起 不少六七年级生的儿时回忆 此款名为魔鬼克星 灵魂解放的游戏 2022年底推出至今话题不断 玩家可组成四人小组 一起在虚拟世界中 抓各种妖魔鬼怪 而且还有闹鬼模式 让玩家当鬼反将一军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娱乐 只要增添一股诡调气氛 总会吸引民众试胆挑战 也让惊吓商机无限延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 全球新闻 我是请林谦 我们再会 感谢您好 «星期威乐推出 突然症态 突然症怀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